星光大陆里出了许多草根歌手 屏障一副好嗓子在娱乐圈试炸风云 成为众所周知的明星 然后走上人生的巅峰 比较有名望如大一哥 草帽姐 王二一 阿宝等 还有凤凰传奇 九月习惯 而其间 有一个男歌手 也是在这个渠道走红的 他就是云飞 作为一名歌手 云飞的歌声是发自内心的 他不仅仅是在自己歌唱 而是将歌曲所内在的经历 传递给了我们 这是一个歌手的最高境地 林飞是一位魂灵歌者 其实林飞在星光大陆开端成名 之后过了四年 林飞又开端参与了2016央视春晚 一首同舟共计 让他名望一家红 2012年参与的星光大陆 2013年的时分 认识了郭金彤 而郭金彤也是在星光大陆上一曲成名的 2013星光大陆网名媒 让观众认识了郭金彤 他的千古佳人古典大版深深招引观众 大约是由于两人都是有着一起的方针和寻求 所以就有了一起的论题 之后两人开端日久生情 林飞不惜争掉家庭和女儿都要和郭金彤成婚 不过 听说 林飞是现已和前妻分家了很久后才离婚的 可是 这也不扫除是由于成名这个时机 才放弃了这个旧情的 即便是说遇到事宜的人了 可是当康之妻 还有自己15岁的女儿 就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了 还挑选在女儿中考的十分贷婚 其实林飞的女儿现已15岁了 林飞女儿曾在微博发文 希望郭阿姨脱离我的爸爸 由于我爸爸仍是独爱我的 可见家庭决裂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是有多大 不过 幸亏 成名后的林飞 没表演的十分 她都会到贫穷山区给孩子们当教师 自己出钱买物资捐赠给当地的小学 除此之外 林飞还会捐助一些贫穷的孩子 林飞参与星光大陆的十分 曾介绍自己是有老婆孩子的 早已成家 可是在成名后 却换了一个老婆 现在林飞的前妻高月 单独带着女儿日子 现在林飞的女儿长大 很是美丽 而高月也开端付出工作 高月曾表示 最初和云飞的十五年现已过去了 自己会和女儿过好接下来的日子